大家好 就在近日肖战在此迎来了重大利好 他跟吴轩怡主演的斗罗大陆 近日完成了所有审核将在央视上当 听到这个消息呢 很多肖战的粉丝心里也是一块大石头落地了 毕竟这部戏已经压了好久了 如果不是负面新闻的影响早就上映了 斗罗大陆的编剧是王卷 其他班底人员也很优秀 主演肖战在同辈演员里演技也相当不错 至于特效呢 在预告里看起来还算可圈可点 具体怎么样 还是要等成片上来 对于肖战来说 斗罗大陆成功上映绝对是可喜可贺 参加了北京卫视的春晚之后 肖战再次得到了央视的认可 其实肖战本人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 他没有消耗人气 去挣快钱 还是很爱惜羽毛的 作品不必很多 每年一两部叫好叫做的影视剧 一首或两三首流行面广的歌 禁得住时间的品位才能成为经典 肖战的优秀是毋庸置疑的 他的优秀即为他赚得荣耀 送他到巅峰也为他等下灾难 扛得过低谷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有没有二二七事件 只怕这番遭遇都在劫难逃 自古以来盖莫能外 同样是舆论 有人求水得锤 有人一生清白 流量遇到肖战 不是肖战的幸运 而是流量的幸运 只有文质兼美的人才能配得上流量 才能反谱流量 才能让流量成为正能量 斗罗大陆上映之后再看看吧 这部剧对于肖战来说 绝对是里程碑般的意义 虽然朗殿下已经顺利播出 但男一毕竟是王大陆 而在斗罗大陆里 肖战是绝对的男一号 至于能不能再引起 陈情令般的风潮 也是让人相当期待的 陆总是一步步走出来的 正如肖战表演竹石一样 他也是一个极其坚韧的人 比起默默无闻 我们更希望看到他流量爆棚 这样在这个主力的世界里 资本才能看到他 虽然这可能会引起一些 不轨之途的污蔑 但这也能让他去做 更多他想做的事 那是一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再见